反正是现在我们刚刚接到的就是能进不能出 市长全员合赞了 现在大部队的来支援了 云南瑞丽市疫情继续蔓延 官方数据称 截至4月4号 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合计超过百例 当地实施交通管制 学校全民停课 客运站所有班线已全部停运 云南瑞丽市疫情继续蔓延 从4月5号晚间起 有三处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解告国门社区 团结村委会金坎 弄罕片区 仙客巷和光明巷居民小组 中风险地区六个 而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合计已超过百例 瑞丽客运站所有班线已全部停运 都是那个从瑞丽那边过解告这边来嘛 一来就被他们被困住了 就回不去 他们大多数都是住瑞丽那边的 我们这是有105间 都是满了 我们现在都是那个在那个宾馆的 不能出去嘛 不让出去了 不能流动人 要吃东西啊 只能那个订餐 他们来送是这样的 隔离的话 上次封的时候都20多天嘛 上次都没那么严重 但是这次是有点严重嘛 可能是长点10点 目前 瑞丽全市暂停珠宝匪水交易 包含线上线下的金活动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4号深夜发文 认为瑞丽疫情凸显中国未来的防控危机 他说 我们是有能力清零本土兵力的 但长远来讲是不可持续的 目前疫苗接种率仅4%左右 据构筑免疫屏障所需的70%存在差距 张文宏的谈话 反映中共当局过去采用的强制清零措施不可持续 大陆民众普遍对国产疫苗不信任 质疑疫苗有效性 大陆未来疫情反控更具挑战 新唐记者李珊珊 林岑欣 刘芳 蔡文贸道